那在蔡英文總統的安準之下 如果可以早進來兩個月 我們死亡的人數可以大大的減少 政府如果說沒有經費 那8000多億到哪去了 EDI把人民的生命作為第一優先 看來現在的執政當局是並沒有的 將來COVID-19還會持續的發展 疫苗還是需要 我的醫院告訴我說 現在台灣一劑BNT都沒有 那我不曉得97歲的老人家打了三劑BNT 打莫德納應該相亡可以 但是我們醫院 所有的我媽媽的治療團隊告訴我 沒有人保證BNT曾經在台灣最需要的時候 我台積電還有慈濟 在蔡英文總統的安準之下 讓我們可以辛苦的進來 我們那個時候如果可以早進來兩個月 我覺得我們死亡的人數可以大大的減少 所以他們成立了 大概這邊成立分公司 就是希望把疫苗的價錢降低 我想像這樣的一個沒有以人民的福祉 人的命運 性命 作為 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也不敢期望 政務如果說沒有經費 那八千多億到達去了 他們在困難的時候 我給我們施出援手 我們在這個時候 如果一劑都沒有 給人家訂單 我應該替BNT叫去 是這樣子嗎 有人叫我跟孫主長去講嗎 沒有 我是說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部長如果你的智商只有這樣 我真的也很累 我智商是不高 然後第二個我要請教你 我問你簡單一點 是 台灣會不會採取全民皆兵 會還是不會 一旦作戰不就自然全民皆兵了嗎 那你知道你的前任的時候 當那個吳怡農提出來這個全民皆兵的時候 他講說 大家不要去相信 吳怡農是誰我也不知道 吳怡農是誰你也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我也不要知道 你不住台北嗎 我沒有住台北 我住新北 你連 你連你這個都要扯成這個樣子 我都扯 好好好 不要跟這沒關係 沒關係 好那個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住新北 所以不需要知道台北的事情 我沒有講不需要 然後 你以為你把這個問題扯遠了嗎 沒關係 我沒有扯遠啊 他講什麼我為什麼要知道 沒有我現在問你的是全民皆兵啊